大家好,我是MDS美迪邦物理理疗师薛刚 今天我们给大家所演示的是高尔夫球运动项目当中所常见的运动损伤 高尔夫球因为挥杆的缘故,所以说他的小腿经常会出一种受力的状态 那么如何缓解小腿肌肉的一个紧张和让它放松呢? 我们开始看运动员的一个示范 我们看小腿这个地方,因为它起到一个轴心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给它呢,首先要做一个环形的一个压力的示范 我们从它膝盖外侧的这个位置开始做出我们的一个测量 我们是做一个旋转式的 好,看一下我们大概有需要的一个长度 好,一直到我们这个脚踝的那个位置 我们把它进行剪开 因为是一个I型的,所以说我们把它的两边做一个休解 我们整个受力的方向是从膝盖的外侧的这个位置开始 所以说我们把这一端首先进行固定 好,我们倾斜一定的角度,45度 好,我们开始做这样子的固定 我们不做任何的拉伸 下面我们开始做一定程度的一个拉伸 我们拉20%左右 好,我们沿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我们开始绕,关节 好,我们继续做20%的一个拉伸 好,我们一直到这个位置 好,末端我们停止我们的一个拉伸 差不多在脚踝的这个上方 好,我们将它们的四边进行一个平 好,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环形包扎 我们就可以做到给小腿肌肉给予适当的放松 从而增强它在打球时的一个稳定性 用了美力帮,运动不受伤 麻烦了 然后大家试试いただ咋 看看我们的一刻 我们下它的联络 我们的打球